Hello 大家好 我是Felix 很感謝主 主真的很奇妙可惠 實在很感激他 很感謝他 又上個禮拜 因為自己一些狀況 就開始到處找一些道 到處找求救 去教自己的新心靈 由上個禮拜四 十幾天 就一直這樣求救 不停地找道體 看到葉牧師有一個 不要玻璃心 怎樣才可以保護自己 以及教 怎樣可以 剛好出了這個 我就開始看 看著看著 我就找了葉牧師 然後 其實呢 由上兩個禮拜四 已經跟著一些事情去做 一些事情不停釋放自己 去幫助自己 然後 直到前幾天呢 每天都在醫治釋放 醫治釋放 直到前幾天呢 都有一個 就 去到 騎了肚子 然後直到Rachel再跟我祈禱呢 是很大的感受 就是 看到她的一盒碼 第二下兩秒左右呢 我已經可以 看到一個很光的閃球 就是 看到她的一盒碼 第二下兩秒左右呢 我已經可以 看到一個很光的閃球 就是 看到她的一盒碼 就是一盒碼 我不懂得說 很閃的 很閃的東西 就是 其實我們現在眼睛是白色的 但是它是一個很閃的東西 是從很遠 拉過來 送過來 就開始很燦爛 很燦爛的 是銀色 銀光白色 接著在這裏呢 接著這裏有些粉 這樣 閃粉這樣閃下來 周圍都是 然後 去到很近的時候呢 就開始那個很殘眼的東西 就消失了 然後就整個白色 然後我若隱若見 是見到耶穌的 然後Rachel繼續祈禱的時候 我感覺到 身體是 因為我 由上兩個星期四 開始祈禱的時候 我的心呢 跟著一些適當的東西 我是心口很涼的 但我是不知道什麼的 就是我知道 因為我曾經 有一些牧師幫我祈禱的時候 我是試過那些痛的位 是突然間很涼 很薄渴的 好像查安美露那樣 但是絕對不是 因為那個是我朋友的手來的 就是我都在說什麼 但是到Rachel 就是我有講過 她就解釋 原來那個心是開始有涼的感覺 那個感覺是 其實是聖靈臨的 就是跟我同在 其實是由上兩個星期四 開始就有這種很涼 很薄渴的東西 然後到祈禱之前那一刻 我都是很涼很薄渴的 其實我現在是很涼很薄渴的 但是到Rachel一騎一 我就突然間是暖了 就是由涼就變暖了 然後就整個人有一種 湧流在我的心裡 在那裡搞到很 我都不懂形容那個什麼感覺 然後我就感覺到 耶穌跟我很接近 很接近 然後再 我感覺到 好像有一種很溫暖 很神奇 總之就是我從來沒有試過 好像套住了我 就是我個人其實都幾粗魯的 就是很男仔 我突然間覺得自己可以很溫柔 可以很無情緒 因為我一直祈禱 其實前兩天我真的祈禱過 耶穌我要見你 我要見到你 你讓我見你 然後就真的讓我見到他 還有我都祈禱 我求耶穌教我怎樣去溫柔 我不要有任何情緒 我不想要這些東西 我真的第一次 那一天的祈禱裡面 我感覺到我很溫柔 很無情緒 很無情緒 然後整個人 我想一個多小時 是無情緒 然後因為有些很可愛的 很突發的 有些電話打電話來 可能都可以平時令我很有情緒 我都好像完全有個罩罩著 我沒有情緒 可以很溫柔 很平伏的個人 還有 由那天祈禱那一套 開始我發現 因為我一直都在問神 為何我可以 為何我可以 那個人好像很容易很悶 很生氣 我求他親自教我 是的 即是他真的 那一天 我是沒有再那種很生氣 很爆炸的那種很生氣 是真的平伏了 就沒有再很激動 是的 就算同一件事 我都可以很平伏 這個真的很感謝主 實在太神奇 是的 即是 原來真是親自求他 親自求他牧養我 親自求他教導我 還有我親自求他 讓我 我靜於說 是的 即是將我 要將我的所有東西粉碎 重新 塗造他喜悅的我 所以很感謝主 讓我 起碼平伏了 是的 即是很感謝 這個其他人 來到... 請停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